近日,有金融博主发布了一则视频,用五点分析李文生前的婚姻流程,以及未来的遗产分配,称其并不是外界所认为的40亿富豪,而是凤凰男。 乐玉铭早年辍学,后来当了一名网球私教,在此过程中通过人脉关系做了些生意,一直到2003年,他的身家才积累了千万,根本与富豪不沾边。 而李文与乐玉铭认识时,他早已经大红大紫,身家远超乐玉铭。 乐玉铭和李文恋爱八年,期间通过女友的关系增添了许多助力,慢慢被带上富豪的标签。 时至今日,乐玉铭的年薪约为300万港币,与李文留下的20亿资产相比不值一提。 这位博主称,李文在婚前没有签署财产协议,让乐玉铭感动到落泪。 在这条视频下方,李文二姐李思琳留下评论证实了博主的说法,你是解释最清楚的人,是我妹妹一手把她捧上富豪榜,为她拉自己的关系上位。 7月8日,李思琳又通过社交平台转发了一则网友曝光乐玉铭公司电话的动态,并澄清。 她早就被这家公司撤职了,这家公司真正的老板被她害惨了,大家不要打错电话。 对于此前乐玉铭发复告的决定,李思琳也表示懒得理会,本来有建议大家一起做,但没被采用,尊重乐玉铭的做法。 李思琳称,若李文的告别式或追思惠日期确定了,会跟乐玉铭讨论,但不会把追思惠主导权放在乐玉铭身上。 据此前报道,李文的家人也透露,考虑到李文生前非常疼爱歌迷, 计划在两岸三地举行歌迷追思会。